那我請教榮醫生 普丁出來嗆聲 要求這一個歐洲買單能源 不然如果不買的話 就找中國買 這個確實也是外界觀察 未來後續的能源趨勢的重要指標 那普丁這次打這個仗 這麼敢衝 就是從2014進攻克里米亞之後 就在佈這個局 那因為其實近幾年 歐盟全球對俄羅斯的天然氣 以及原油依賴越來越重 那所以這次原油價格 又在疫情之後飆漲 所以普丁在這個時候出兵 就是看準全球都非常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那也可以看到 其實歐盟現在開始 可能要對於俄羅斯的天然氣 這個石油開始限制 可是普丁說 那我就把原油賣給中國 像前陣子印度也買單 那便宜的油誰不要 所以中國也可能成為 俄羅斯原油出口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國家 那可以看到其實近期 前陣子原油幾乎打回到了 俄羅斯戰爭的這個起漲位置 可是現在以布蘭特原油來說 又回到大概110塊美元左右 那歐洲要在這個今年開始逐步的減少 這個俄羅斯的原油 但是如果再接近接下來兩個月 如果原油還是維持在這個價位的話 那馬上又要到夏季的用油旺季 那這個對原油的這個需求又會增加了 那其實這個整個原油來說 不斷的上漲 那黃金也是 那黃金其實在近期來說的話 又在往上漲了一段 包括像這個白銀黃金這些避險商品 那這個印度神童阿南德也說 黃金在這兩天可能會上 也被他講中了 那普丁就是看準說 這一次的這個戰爭 可能沒有那麼快結束 那包括普丁也說 可能又要進入僵局了 那造成這些避險商品的 持續往上漲價 那LME交易所的這個其他金屬 也是在往上漲大漲 包括這個新庫存已經創下20年的新低了 這個有可能成為妖孽2.0 那包括其實因為現在電價持續往上漲 那野鏈廠 因為這個成本提高 所以也去比較少去 去電路這些新的這個產能 那三週來說好的 這個產能少了60% 那以LME交易所來說的話 因為期限貨 這個期貨合約到期的時候 要現貨交割的 那現在的這個 可以交割的庫存 已經創下了新低了 那這個也是後續要持續 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可以看到其實 歐洲的許多公司呢 都那個 嗆聲說要不用俄羅斯的天然氣了 那不過還是有 這個歐盟的這個夥伴們 可能還是持反對意見的 像是這個奧地利 德國還有匈牙利 那目前可能說 今年沒有辦法達到呢 完全停止 購買俄羅斯天然氣 這樣子一個狀況了 那義大利的這個電力公司 則是表明說 明年是不會再續約 跟俄羅斯的這個天然氣去簽約了 那你可以看到歐洲的這個天然氣價格呢 這個一度飆高了 那目前稍微有些回穩了 那再來全球這個供應鏈呢 也持續混亂 包括全球這個再生價格 一年就飆漲了30% 包括像風電 包括像太陽能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因為供應鏈價格 供應鏈混亂 然後呢 零件以及勞工的價格持續上漲 那包括其實北美呢 也對這個租稅延長這個措施要再考慮了 那也可以看到其實全球的這個農產品 也持續的往上漲 包括這個世界農糧組織也統計了 那這個二月份的這個價格已經漲了13% 那全全年來說的話 比去年漲了34% 那包括北美的這個 不管是食用油啦 雞肉啦 乳製品啦 等等今年都漲了5%到7%了 只有青菜 青菜漲得最低 青菜漲得1%到2%而已 那包括像其實這個英國的 這個牛奶也持續往上漲 看到牛奶的這個期貨 那持續的往上飆了 包括因為像動物飼料 還有像化肥都漲了非常多 化肥漲了4倍 動物飼料漲了70% 那有一個統計 在這個美國的舊金山 你如果要維持去年 這樣子一個吃喝拉撒的水準 要比去年多13萬 那什麼概念就是 如果基本的這個勞工來說 基本性是15塊美元 那他要不吃不喝兩個月 才可以吃到跟去年一樣多的這個東西 那CNBC統計 其實81%的民眾認為 今年美國可能有經濟衰退 這樣子一個疑慮 那可以看到其實美國昨天 美股在公布了進口物價之後呢 其實美股也出現一個大跌的狀況 科技股跌幅最重 那包括其實進口物價漲的比CPI更多 CPI漲了8.5% 那進口物價更是漲了12.5% 這樣子一個程度 那現在不只吃的變貴了 連拉出來東西都變貴了 全球的這個 就是動物的這個肥料 不是化肥 它是這個 這個農民都改採用這樣子一個 這個拉出來的這個肥料 就是說全世界化肥都漲價 結果變變出頭天 因為用變變搞不好比化肥還要便宜 現在是還便宜 現在還便宜得多 所以就改用這個傳統的這個狀況來施肥 那甚至連什麼 連水肥車都變貴了 那所以可以看到 全球這個漲價潮的什麼都漲了 那美國農業部統計 這個目前這個內部拉斯加州 原本的這個傳統肥料是5到8美元 現在已經漲幅來到70%到100% 漲到11到14美元 但是還是比化肥便宜很多 那假肥價格來說 去年跟近年來比大概翻倍了 那可以看到其實在FED總裁 也認為FED的紐約分行總裁 他也認為5月份要升息兩碼 是非常合理的 那目前可以看到5月升息兩碼 機率已經來到九成了 那年底之前應該還有 10碼到11碼這樣子一個升息空間了 那不過還是有持反對意見 就是貝萊德認為呢 可能明年FED最多升息到兩胞 他這樣子一個幅度啦 那不過高盛是持反對的看法 高盛認為明年應該要升到4%左右 那我們就持續看整個通膨 到底壓不壓下來 還是通膨壓不下來 那連累會不會妥協 那讓整個這個利率不會升得太快 CNBC的統計 其實拜登現在的支持率 已經來到百分之三十八了 是創近期的新低 那主要就受到因為通膨持續上升了 物價持續飆漲的這個狀況 好我們稍後回來 那主要叫做貝萊德